最近福州的郑先生那叫一个郁闷 因为老婆黄女士在家煮了整整一锅的茶叶蛋 这可能大伙有点不太理解 有个这么贤惠的老婆你还郁闷什么呢 事情是这样子的 几天前黄女士托朋友从乡下带了一筐上好的土鸡蛋 这心想着可以露一手做好吃的茶叶蛋了 但是家里的茶叶大多数包装精良 那些可是郑先生的宝贝 于是黄女士就随手拿了一个牛皮纸包裹的茶叶 也是相比其他包装来说 这个是最随便估计也跪不到哪去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刚回家的郑先生看到此情此景 瞬间那就崩溃了 原来黄女士煮的那包茶叶来头不小 这是武夷山的牛篮坑肉柜 这玩意价格不菲 一斤要八千块左右 浸漫的东西配了一锅土鸡蛋 这事搁谁身上谁都觉得憋得慌 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看只能是坦然接受 好好品尝那锅鸡蛋吗 怎么说 他也算是茶叶蛋中的奢侈品了 夫妻之间真的还是要多多沟通才是 对啊 我看来帮忙了一锅土鸡蛋 hen如果还有一锅土鸡蛋 如果你要这锅土鸡蛋